12月13号晚上8点半左右 杭州林平一名6岁女孩吃糖 不慎卡住了喉咙 急需送医 紧急关头 孩子父母赶紧拦住巡逻警车 进行求助 公共视频显示 当时一辆巡逻警车刚好路过 孩子父母赶紧挥手求助 警车应声停下 他们说小朋友 喉咙里面躺卡住的 然后非常紧急的 他们打不到车 求助我们能不能带他一下 我马上打开车门 让他们先上车 上车后 这对父母不停地拍打女孩后背 小女孩则一直在不停地哭泣 还伴随着阵阵咳嗽干呕 情况相当紧急 执勤民警一边向指挥室 汇报情况请求支援 一边一路飞驰连闯了两个红灯 仅用时三分钟 就把小女孩安全送到了医院 幸亏送医急时 在医生的治疗下 小女孩很快脱离了生命危险 类似的一幕也出现在了永康街头 12号晚上 永康一辆私家车驾驶员 突然将车停在了执勤交警面前求助 家属说老人有高血压 翻病了以后 家属怕他会脑冲血 然后他自己有呕吐的现象 情况比较紧急 当时正值晚高峰 车流量大 为及时送医 驾驶员希望交警为其开道 了解情况后 执勤民警立即让驾驶员开车 跟着警车 用喊话器请路上的车辆紧急避让 为求助车辆在拥堵的车流中 开辟出了一条生命通道 往前面开 往前面开 开车 在交警一路开道护送下 原本需要一个小时的车程 只用了三十多分钟 老人就被安全送到了医院 经过住院观察 目前老人已无大碍 记者刘芳芳 编辑报道